大家好,我是爱收藏的天元 前面啊,几期我们主要讲了一下这个龙文 其实就是龙文里边的形容 从元代到明代早期,明代中期,明代晚期 一直到清早清中清晚 他们各个时期龙文的发展的变化 以及他们的特征 还有一些区别他们的办法 就是大致的把它梳理了一下 这个东西给我们就是一个提高 我们要从中总结自己的一些看法 别去死机应备它 比如说,你看见一个什么鬼头龙 它就一定是康熙 那也不一定 它也有可能是啥 小康防老康 但是我们要抓住的是什么 是它的风格 它小康再防老康防得像 它也是小康的风格 这个风格啊,就得我们自己去总结了 比如说老康的风格就看起来很硬朗 对吧,很凶猛 而小康就给人感觉弱弱的 它就是仿得再像 它那个龙画的再好 它给你的感觉依然不是老康那种感觉 但是这种东西一定是我们得经过长时间的积累 从各个方面总结出来的一个自己认为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不太好说清楚 为啥呢?你看比如说 有些人会说 这个龙虽然画的像 可是这个气情不是这个光绪的细节 或者就是你看这个青花的发色 深沉度 化工 它不是这个抗气实际的东西 它也是通过一些其他方面的积累去判断 跟我们这个一条线下来不一样 不是说我把龙虽好像搞明白了 形容搞明白了 我就觉得我就能断带了 其实断带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东西 断带判断新老都是一个综合来看的东西 它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去一定要纵向 就是你不要去横向的 我觉得一开始我写那个小白说辞的时候 我都是横向写的 比如说元代或者是明早期啊 大概都这个时期什么样的特征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的草率 真的挺草率有点过于宽泛 因为它有一些东西不太一样 但是你通过纵向的去处理 比如说龙纹啊 云纹啊 凤文啊 人物的纹饰啊 诗女的纹饰啊 什么英系的纹饰 你通过这样纵向的梳理下来 然后你通过每一个时期这些纹饰 横向的去对比 形成一个大致的一个风格 这是纹饰上的风格 然后气形也是 对吧 有这个罐子呀 有这个瓶子呀 各种气形啊 你纵向的去看一下它的这个东西 包括香炉 然后你再横向的去看这一时期 统一的罐子 瓶子 香炉 它是什么样的特征 你自己总结一下 每个人总结出来的东西不太一样的 但是其实最后大家都能听得懂 交流的时候都能听得懂 只是可能说的语言不太一样 这样子总结出来之后 你会很扎实 你的这个 这是 这是的点 会变成一个支撑面 它会非常的扎实 就你会 很稳 还是哪个很稳 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这也是一个方法上的事情 我们学习这个古玩 学习古陶瓷 真的是有方法 它总比我们去闷着头 黑穴要强一些 对吧 死机硬背 这个东西一定这个时候的 哎呀 你碰到一个类似的 不是很像 但是你又感觉 这应该这个时候 但是你感觉书上没见到我 就不会了 但是当你去看的多了 总结多之后 你会看好 这东西其实就是这个时候 只是画的不一样 就是这么样 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方法来去梳理 所以去纵向呢 我个人觉得纵向会好一点 然后就是龙闻这一块吧 还有一些龙闻没有说到 因为它不光是形龙 咱们主要说形龙 形龙多嘛 它比较正嘛 还有其他什么 比如说你看团龙闻 团龙闻 咱们简单说团龙闻就是从 从永轩开始就有团龙闻 那个团龙闻团得很圆 明代中期团龙闻不多 真的团龙闻不多 然后明代的晚期团龙闻会多一些 然后清代早期团龙闻 对吧 到清代晚期 这个规律就是越往早 一个朝代越往早 它的团龙闻团得越圆 越往晚看起来就不圆了 就椭圆了 而且它的画功方面就不用那么细致 尤其清代 尤其是清代 还有什么龙闻 翼龙 就是长翅膀的飞龙 翼龙 翼龙也是这样子 它是比较少见的 就是 如果你碰到一个翼龙 同样级别的 不管是惯瑶明 要画的同样型 就是 咱只能打比方说 没有绝对同样的 就是 差不多的 你肯定买翼龙 为啥 它少 它少 对吧 翼龙就是带翅膀的 背龙买的 这个少 还有什么龙 还有这种香草龙 香草龙也不错 从那个宣德就有 那种张着嘴巴 尾巴开花那种香草龙 那个也很漂亮 从这个明早期到清早期到清晚期都有香草龙 这个也比较少见 香草龙分两种 一种香草龙是带爪子的 一种香草龙是那个手像个直头似的 我们尽量买那带爪子的就行 那个也手 这是香草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赤龙 赤龙也是 宣德也有 永宣时宜就有 一直到这个清晚期都有吃 但是清晚期的赤龙 大多是房清早期 他自己的适用画不好看 那种赤龙就也是一样 两种 一种带爪子的 一种像个那个手一样 我们尽量买爪子 因为它少 它贵 但是这种东西都不好碰的 而且它的品级都比较高 这就是这 还有什么 就是奎龙 奎龙吧 那我个人认为 它跟香草龙是分开的 它不一样 但是有老师说 这个奎龙就是香草龙 香草龙就是奎龙 但是我个人觉得 它还不太一样 我觉得奎龙的话 我个人见到早的奎龙 一边就把它分到 那个清早期了 尤其这个康庸时期 奎龙比较多 康熙的奎龙 就是像个那个虫一样的 就感觉那东西 像个那个青龙气上 那种品质 然后雍正的奎龙 有那种小的细的 跟蚯蚓似的 也有那种大的速度 那奎龙给你感觉更粗壮 更壮 然后身上的那个细节 会更饱满 乾隆的奎龙会更 就是毛毛虫啊 乾隆那个毛毛虫的奎龙 会感觉稍微的瘦了一些 肚子会 头响 这是它们的区别 跟你只能这样区别 因为 没有办法具体的去 去说它 如果比如说 你真的碰上一个 你只能不行 你就说这拥钱的 都没人说你 再一个是什么的话 就是这个 那种奎龙 就是乾隆时期的奎龙 就是现在非常火 还那种奎龙 那种不管是杯子呀 碟子呀什么 那种奎龙就像 非常非常像 青铜器上的纹水 那种奎龙 现在目前非常火 那种是硬通货啊 明耀一边硬通货啊 一个杯子呀 一个什么 碟子呀盘子呀 那也相当的好 对像青铜器的纹水 那种大多数 都是乾隆 以及以后 画的精细的 都往枣 乾隆靠 画的粗的都往碗 夹到口 往碗子 到碗青 应该那种奎龙 就看不成了 也有啊 非常粗 就是那种南方摇口 张周摇啊 那种小摇口 土摇出来的东西 就很难看了 龙文大致 就是这么些东西 跟大家说这些 主要就是 告诉大家一个方法 我们去学习这些东西 你如果学明清 把这明清两个 朝代分到 放到一起 你纵向的去学 对吧 从明早期 一直到清管期 纵向的去 针对一个文士 就文士这一块 你纵向的 针对一个文士去学 去捋一遍 然后你多捋几个文士 对吧 你像龙文 单单一个 但是龙文才归到 瑞兽里边 比如凤凰 麒麟 狮子 都算龙 都算一个瑞兽 你把这些瑞兽 你再七七的 往后骂一个 然后你通过 横向的 对吧 你看明早期 龙文 凤凰 狮子 什么 麒麟 它什么样 你大概一归纳 总结 你心里边就有清楚 这个清楚的东西 你自己就知道了 这咱们就 在这上面也不太好说明白 因为没有具体的东西 你大概知道 早期好像就是这么个 风格 这个风格这俩子 就出来了 OK 我是爱收藏的天元 喜欢我的视频呢 点赞加关注啊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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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